现在这个辫子针已经勾好,勾完之后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这个长度 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我们拿出这个软尺厘米的这一面 这样贴近这个边缘的地方,我们看一下 因为视频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边上开始测量,然后量你勾好的这个辫子的长度 贴在这个边上 这样量过来呢,大概是70厘米左右 那么大家测量完呢,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相差比较多呢,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 大概在这个左右的范围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我们来勾置这个第一排 我们洗好这个辫子针之后 然后再倒数第二个小辫子中间呢,挂上记要扣 不论你是起的多少针,方法呢,都是一样的 那我这个呢,是起的90针 也就是相当于在第89针上挂上记要扣 如果你起的是100针呢,也就是在第99针上挂上记要扣 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好,挂好记要扣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勾一个辫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辫子中间呢,也是挂上记要扣 这里相当于呢,这两个小辫子呢,我们把它看作成第一针 相当于是第一个中长针 这里呢,是把它看成一个针目的 然后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第一排的入针的位置 勾针呢,是穿在这个小辫子的中间 然后直条对面的这一根线,勾中长针 都是穿在这个小辫子的中间的 看一下小辫子的中间 那具体呢,我们看一下勾法 这个记号扣呢,我们就取下来了 我们是在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开始入针 勾中长针 那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学习一下中长针的勾法 勾针这样绕线 然后在我们刚刚挂记号扣的这一针里 穿到小辫子的中间 那条对面的一根线 勾针这样绕线,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从这三个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这个呢,就是中长针的勾法 那刚刚有讲过 我们这里做标记就是相当于第一针了 那刚刚勾的这个中长针呢 上面的这个针目 也就是相当于是第二针 接着我们勾第三针 看一下我们勾完之后 这个小辫子的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孔眼的 然后我们就看前面的这个针目 这个小辫子 然后我们就穿在这个位置 勾针这样绕线 穿在这个小辫子中间 挑对面一根线 绕线,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从三个线圈里勾过来 这是第三个中长针 好,接着勾第四个 看一下,这样很好分清这个针目的 大家勾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拉针了 新手可能在勾的时候 这个小辫子呢,容易给它跳针 就是这一针 就你自己勾的时候可能跳过不知道 然后到前面这一针了 这样勾出来呢,这个针数肯定是对不上的 自己呢,要多检查一下 我们接着勾第四个 勾针这样绕线 穿在这个小辫子中间 穿进去 绕线,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从这三个线圈里把线勾过来 好,接着呢,我们勾第五个 绕线 穿在前面这个小辫子中间 然后对面一根线 绕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从这三个线圈里把线勾过来 那么我们在检查帧数的时候呢 就从做记号的这一针开始数 记号库这就是第一针 然后数上面的帧目,看一下 一,数这个小辫子 二,三,四,五 我们这样来检查这个帧数